南大管政府官公局占对国土计划发规到 这一项正常见关公资源的政策行 受审则就算在水利乡教会馆来第一顶设计划 希望听出台风业者的意见来正常 严格区和民企一起的帮助南大管公资源的国土计划 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在这个计划是失业后 可能会对到台风官公资源做新的影响和兴致 尽量给我们一些意见针对我们规划的内容 有全国国土计划一中十四 关国观光处委员专官的观光三业发展 在13乡定期的观光主管曹博会计划 就开始进行各乡定的相关商品会 听出台风意见 我们观光发展部门的计划也要纳入国土计划 所以我们在今年7月启动了 南投县观光发展整体计划的一个案子 在这个案子启动之后 那我们也积极跟这个地方 这边来做一个资料 整个观光资源的一个盘点 还有整个观光计划的一个内容的拟定 要听地方的声音 要知道我们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那要把我们水里的一个好的元素 美的元素 水里的魅力能够结合在一起 不要一直还是在旧的传统 旧十多年以前的那种思维 或是那样的规划线里头 所以我特别提出说一定要来这里 听听地方的声音召开这个说明会 会中在那地方的面译代表和船长 以及在地业者提出建议以外 所以香港所也希望观户 应该可能电风发展条件的好备 在每一位国土计划的范围中 尽量来帮助辅助业者 有遇到了任何的一个瓶颈 借着这个平台 因为是国土的整体规划 是不是可以来做某些的松绑 或是哪些的法规可以调整 甚至有专家来帮我们做处理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地方说明会 就是要来收集大家地方的一个意见 再纳入我们整个观光整体发展计划的一个内容 那之后会让整个观光发展计划更完善 然后再纳入我们明年度要公布的南投县的国土计划 这样子 观光观光处表示 通信电风意见后 将提供给主办的观光建设出作为参考 最后是希望在各地界有的考量中 也没去厚索到观光山业发展的空间 记者节目参常不得